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能够错过 其实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戏 我觉得里面要 我请依晨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 其实这是一部 不太像偶像 就有点像都市剧 对 纏绕在男主角 女主角身边的一些人 也包括他们的家人 但最主要是这两个人 他们从高中时期就一直在一起 在一起是朋友的在一起 对 他们就始终跨越不了 就是朋友的那一条线 但是也都陪伴彼此到30岁这个时候 30岁是个人生很重要的阶段 譬如他在讲你自己 好像你这样讲太多好不好 不是 电视机观众 很多是三十几岁的 大家可以也要好好的期待 锁定我们的民事礼拜天 对不对 非常好 优质的偶像区 但我们在那边讲了这么多 今天是否我们可以有一个VCR 让我们的观众更了解一下 有准备 对 而且呢这个VCR非常的重要 是 因为待会呢 我们的主持人 可能会跟这个VCR里面是有串联的 到底是怎么样呢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看一下VCR 35岁之前 如果我们两个谁先结婚 红包2万 10万 这次又复活的求婚 你懂吗 在一历上可以求婚 你不会幸福的微笑 你不会觉得我蝴蝶在你身边飞舞 还是会暂时发现整片打在你头上啊 就会觉得他最结婚 我这辈子最讨厌陈佑琴的时候 就是你在跟丁丽卫一谈恋爱的时候 常灵大人哥提起佑琴姐 终于见面了 你好 我全走亲 要不是班长就恋爱了 你会跟我们混吗 拜托 我不是巧合 我 原来我只是一个电脚石 莉大人没有酒啊 其实这事我没来 不要说 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记 越久以前的事情反而越是记得 幸好你不会爱上我 说声嗨 影子就走而开开 才变成这间的期待 你会在我都不想 是吧 很精彩耶 好经典喔 看到这简短的VCR 我已经慢慢上瘾了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是要演这VCR里面的片段 对不对 里面都是文系耶 对啊 这什么好意思呢 其实我跟妳讲 后面那两段 看得非常仔细 为什么 对 因为我有自信我可以升任 里面的角色 喂 后堂的都给你 我们咧 喂 可是我比较想看 那个王鸣那一段 在沙发上那一段 喂 对耶 对不对 你怎么这样我也想看 喂 操作不变 操作不变 没有什么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段 这段很清楚 劇中李大人终于对程又卿 隐藏15年的感情做了解放 一直不敢也不想碰触心中 最底层那份感情的又卿 刹那间激动了起来 立即遏制自己及对方 继续飙搭的情绪 对于这场如海啸般冲击的巨型 林依晨与陈柏林要如何诠释 在现场来个一次完美的演出呢 李大胖 你准备出来了 喂 喂 你这个人是谁 你干嘛 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红玫瑰 代表我的热情 快 好 李大人终于对程又卿 隐藏15年的感情做了解放 对于这场如海啸般冲击的巨型 林依晨与陈柏林要如何诠释 在现场来个一次完美的演出呢 李大人 你来这里干嘛 李大人 你梦游啊 其实这15年来 不要说 天啊 但这一段应该就有至高朋友的人了 对不对 这一段 就应该有我了吧 应该是我的 等一下 不要吵 不要吵 你把你的理由讲出来 我们听听看 你先讲 为什么是你 因为我今天这集就是等这个 你每一集也在等 你哪一集也等过 有吗 有啊 你每一集都在等啊 让我演一下嘛 你那个理由很烂 那你的理由呢 來 你们听听看 星辈日记里面 谁有吻戏 没关系 你慢慢说 对 星辈日记里面谁有吻戏 我而已啊 你那拜托 你那是B 那個 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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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R讲成VCR CPR 那也算啊 你那是CPR也算 对啊 你们都没有嘛 是不是 没有 好 你这个理由可以接受 OK 李游平你好 我也是有跟小小鱼那个啊 那个 他带着一个 一个假的模特兒來跟我吻 太迅了 你那太迅了 所以你要演又轻 他的比较实际 OK 好 所以你演又轻 我跟他 蛤 蛤 我跟他 整天跟他 那你心里面想说 你如果你要选你要跟谁 那 主持这个节目 我为了就是今天 好啦 好啦 乖啦 我跟他了 我跟他啦 你为了不让童童被他轻摔 你要跟他 我知道我 喂 不行啦 有爱观瞻啦 還是來童童跟他 對啦 童童跟他 好 5 4 3 2 李大胖 你怎么在这里 喂 喂 你真的不行啊 等一下 你們幹嘛 不是这样子啊 他怎么跑掉 等一下 我手还没伸起来 手不行 那边 我还没讲完话 你就过来了 好痛 妳們跟摄影那个是 警匪片吗 再一次 認真一点 5 4 3 2 李大人 你躲在这里啊 你們不用问李大人 其实是15年 你为什么要说 没啦 你管我是导演的 不然跳不行啊 喂 你继续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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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耶 还不错啊 我有被上部選手 抓到的感觉 你们两个 你们觉得她们演得怎么样 我觉得她的表情 可是我觉得 她好像有点 我跟你講 只要是一个正常女生 如果在街上 遇到一个庞然大物走过来 都会吓她 感觉要被熊追杀的感觉 是 你两个演起来算及格吧 及格 这就是我们 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演员 现场 带给我们的这个表演 掌声鼓勵鼓勵 非常地精彩 好 来 她们在一个 戏里面还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跟我的年纪有关 就是这个 初老症 逸晨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初老症是什么 其实就是可能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自己 开始出现一些症状 然后是你 这可能代表 即兴隐发生过的体会 是身心状况 开始有不同的转变 但是不见得不好 就整个身体机能退化了吗 衰老 就是 初老期 跟更年期是很像的是不是 不太一样 初老大概再早一些 可是它是有一个根据 它有一个像列出来 如果您 这个电机前面观众朋友 你有这样子的症状 您可能已经开始衰老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初老症状大揭秘 这边的五项是我们从症状里面 五十几项 然后最切身的五项 我想问一下 像这个初老症状 是在你们故事剧情里面 发生在哪一个桥段 其实它在第一集就已经出现 然后是 陈友卿接到李大人的 唯一一封的这个 情书吗 没有 email 那时候还是朋友的 对 状态 然后没想到 唯一这么认真 祝我生日快乐的朋友 寄给我的email附件是这个 初老症状 才行你就对了 初老症状 来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第一项是什么 枕头旁边出现一堆提神药品 比如说 万金油 白花油 绿油精 任何良性的薄荷包 变出利达姆算不算 这个我也在挣扎 因为我只有戴这一样 所以我戴这一样 算 算 那那个精油算不算 有凉的就算 茶树精油 没有 你像那种 像那种妈妈 我记得妈妈 爸爸 都很喜欢磨那种 什么飘油 有没有磨鼻子 对 然后磨头那种 抹太阳穴最多了 好 我们讲到一个重点了 点击前面观众朋友 有凉的 都算 好不好 好 麵树立达姆也有凉啊 对啦 算是有凉的才算 而且重点来问一下 我们线上在座的 有人有这个 欣威吗 等一下 我有这个 但是我没有一堆 所以我应该还是不算 我 你们两个举手的 我也有 对啊 我有茶树精油 麵树立达姆 辛草糕 好要变哦 重要行哦 你 我承认 我的床头上面的旁边 左手边就有 麵树立达姆 麵树立达姆一定有的 然後植草糕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不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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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东西可能 雅 OK 所以真的是 超过三十岁的人 可是你没有 你才二十四岁耶 傲少年 真的 好,那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 只有一项还好啦 只有一项 只要坐下來 小腹就有一摊肉 現場好多個 好多個 不要說小腹 不要說小腹 現場應該只有三個 可是他們不用坐下來 就有一摊肉咧 他就直接把 所以只要坐下來 小腹就有一摊肉 請舉手 我承認 這個不能算出老帥吧 那些小孩子 對啊 但是這個有沒有計較 哪 多大摊 喂 小胎點上 那這樣我贏定啊 沒有,現場我覺得最有感覺的 應該就是 你跟艾成 艾成嗎 林道遠是小時候就胖 對啊 我是真的有啦 各位觀眾看下來 你不用捏也看得出來 對啊 然後艾成 沒有,我是衣服比較大件 那我的艾成有時候穿 比方說穿米老鼠 他的米老鼠都跟別人特別不要 會變大的 他的米老鼠都比較大 所以這是第二個症狀 好 看一下第三個 阿龐你現在已經兩項都有了 喂 進的事情記得 以前的事情忘不了 以前的事情忘不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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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不說話的朋友 看起來好趕快那樣 我彷彿可以記得 我小時候穿過的衣服 但是我已經忘記 我昨天吃什麼了 其實我剛剛真的會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進的事情 很容易忘記 對 可是以前是真的記得很清楚 而且越老 以前的事情越清楚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人老了之後 可能會去尋 又 就是想往年輕的那個方面 你的口頭禪是想當年嗎 想當初 想當初 是 沒錯 第三項也有了 在床上睡不著 但是看電視卻會立刻睡倒在沙發 唉唷 唉唷 這個 第四條的出勞症狀 阿龐到底說了什麼 讓現場爆笑不對 會創作 會唱歌 會演戲 又會跳舞 又會跳舞 是不是 但是很遺憾的 我們現場並沒有這樣 唉唷 誰好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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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床上睡不著 但是看電視卻會立刻睡倒在沙發上 唉唷 唉唷 這個 我昨天睡在沙發上 妳好爛 我老實 成了其實我的床很久沒睡 我的床現在都放衣服 就是睡沙發 真的阿龐 你到第四項都有耶 對 去阿嬤他就來了 我覺得 來看一下 莫名其妙 一大早突然進過來 這就是我老公阿嬤在做的事情耶 我最近不知道怎麼搞 不管幾點睡 差不多六點到七點中間會起床 唉唷 對不起 然後可能 可能會再繼續睡 如果沒事的話 但那個時候一定會起床 但我覺得他不是摔老鎮 那可能就是因為我軍中生活 作息已經正常了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呢 電視區前面的觀眾朋友 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弟弟妹妹們 有沒有可能是這個樣子的呢 有 有人點頭了 我看到了 你叫沒有 是 是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出老鎮阿龐 你應該是已經 有 不過說實在話 每個人這個摔老是人生經歷的一個過程 是 一定會遇到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知道為什麼我終於要回到 就是為什麼以前的事情忘不了 就是年輕人 就你現在老了之後呢 你會想想以前年少輕狂的事情 真的 其實看到你們 我現在眼中看到你們 只有一種叫做 你們真的那麼的年輕 以上有這些症狀的 不見得是不好的 它只是一個反應 還是多運動啦 健康 身體健康 你這樣講這個 我又很傷心什麼多運動 你也要多運動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但是活得快樂就好 沒錯 謝謝 但是我有個問題想要問 像不要說這個劇名 我可能不會愛你 在現實生活中 應該也會發生這種問題吧 是不是有可能 譬如說我是一個男生 碰到一個女生 他條件都很不錯 但是我為什麼 可能不會愛他 比如說對方有男朋友啦 對 這也是 或者是你本身有女朋友啦 對 價值觀的不同 你答出來的答案都很膚淺 怎麼社會現實就是如此啊 我們來問一下 就是你們覺得 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情形 一誠你覺得 對 覺得那個男生很花心 不應該 心不定了 你欣賞他 你喜歡他 但是你知道這個男生 可能他心不定 有的時候 真的 有這樣子的人耶 真的耶 真的 而且就在我們裡面 真的嗎 真的嗎 就是你啦 所以這個男生如果有才華 會吸引你們 會吸引你們嗎 會 可是那只是 最初的 互相認識的 一個機會 可是 所以他剛剛帶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會克制你不愛他 因為你可能知道這個男生 他可能心不定 邝怡呢 邝怡 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 了解的時間不夠 了解的時間不夠多 認識不夠久 對 所以剛開始可能 只是可能就像 Eason剛剛講的 可能是他的才華 他一開始吸引你 但是那些時間不夠久之後 覺得自己好像 沒有辦法跟他在一起 會覺得 不夠深入了解 但是我們自己想 其實本來就是這樣了 可是有沒有一種情況 就是我們現在工作壓力 非常的大 對不對 譬如說有一個男生的出現 其實他是很有才華 會創作 會唱歌 會演戲 又會跳舞 是不是 或許你回到家裡 坐下來的時候 碰到他 你會覺得 你今天一天的壓力都沒了 或許你會考慮跟他在一起 但是 很遺憾的 你幹嘛自己去搬東西啊 他塞好亂幹 還自己排好了 他自己搬東西幹嘛 拜託好不好 塞得很忙耶 等一下 所以你剛剛認為 阿龐在前面在幫你鋪陳介紹 這是介紹的你 我講應該是這樣吧 因為他們四個其實 人家框宜都笑了 我們問他你覺得 會不會 你會不會接受像這樣子 我們讓他先表演一段 你們來感受 你們會不會選擇這樣子的男生 他來聽我的演唱會 載了四五歲 戀愛是風光明媚 男朋友背著他送人玫瑰 他不聽電話 爺爺聽歌不睡 我唱得他心醉 想繼續聽要跟我交往 我讓你聽 一個晚上 喂 很討厭耶 喂 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是 你覺得 你覺得這個可以嗎 你會考慮嗎 有適應到你嗎 我覺得一開始唱有耶 我覺得唱得很棒 但是到中間停頓的時候 就有點傻眼 幫你夢打醒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細分成兩段 就是前段其實如果 他是一個憨厚 然後但是有前面的這個才華 我也是覺得你會 適應到 好不好 跟自己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覺得你是這樣子 匡瑜有可能會喜歡你 有 真的嗎 那一成 你不會 好 不好意思 人家還沒講 你會嗎 你會嗎 有感動嗎 這個前面的確才華洋溢 但是後面在那個點停掉 而且說請跟我交往的話 我讓你聽一個晚上 這個道德上有疑問 真的 我是單純在聽歌而已 真的 真的 是 所以我們這樣由此可政 一個男生有才藝 但是沒有內容或是好色 是女生不行 不可以 柏林男如果是女生 可能不愛 可能是自己很好的朋友 喜歡的女生 男生 這個就有深度了 對 這個就漂亮 對 就需要在乎到朋友的 可是你知道嗎 這樣你有可能會愛他 喜歡他一輩子 但你不能說耶 這其實很痛苦耶 也是喔 那是一種男生的氣度 對 這種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但是這是一種男生的氣度 所以在旁邊等待的意思嗎 我就是 反正我也還沒有跟他在一起 就一起來看看其他女生怎麼樣 沒有 沒有 可是說真的 我覺得這男生到底是真的 搞不好繞了一圈 其實才知道什麼是最愛的 真的 很難講 可能過五年六年十年以後 對不對 再重新遇到 就可以把你的愛表達出來 沒事 楊明那你覺得 有的時候說不定是為了工作 你喜歡一個女生 她說不定借了一個工作在國外 那她必須要搬到大陸啊 日本 遠距離 那這樣子遠距離的話也是很難的 但是在同樣的一個條件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就是 男生碰到這女生 但是他也是有才華 這融化 長得漂亮 眼睛大大走 皮膚很白 腿又長 是 身形 還不錯 我已經打得出來 你怎麼這樣 沒有啦 我是講的是 有沒有可能 譬如說像邝宜她會彈鋼琴 彈鋼琴 對不對 就是非常有氣質 才能運行的 是不是有可能會讓我們加分 那現場就彈一下啦 對不對 一定要的 讓所有在場 所有男士的感覺一下 好不好 加分 讓我們歡迎陳寬宜帶來的 Close to You 我會不會非常有氣質 你會不會把你打得去 好嗎 我會不會說 我會不會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是 有氣質 加分了 這個一定就加分了 我歡迎 這個絕對是 你會鋼琴 我會吉他 這個紅玫瑰 代表我的熱情 什麼時候去準備玫瑰花 對啊 我跟妳講 這種都是老梗 因為我們有個前輩 常常來我們節目 會劈腿的那一個 前來有個節目有沒有 叫來電什麼的 匡儀 對不對 你的鋼琴配上我的歌聲 我的紅色玫瑰就代表愛的宣言 我講你們兩個 就你們兩個 其實我跟妳講真的 我的這個紫色的 喂 請你自從不要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們還滿認真的 妳一個人講妳的花語代表什麼 紫色的 我的花語代表什麼 已經不重要 我只能說 他已經表白了 換妳 認真 紅色的代表熱情 我希望我在妳身邊 可以一直帶給很多 不一樣的熱情給妳 他之前對童童說過一樣的話 喂 你代表換妳 認真 粉紅色的代表愛的宣言 我希望 我不要配這個音樂好不好 我希望妳能夠永遠為我伴奏 我來唱歌 你想要看 妳不想每次約會都去吃東西嗎 對 接下來請我們匡儀選擇一下 請選擇 請選擇 要認真的選 要認真的選 想想他們剛剛說的話 不能偷看喔 三位 誰打動了你呢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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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頭 爛腦了 他40歲 阿龐算出什麼40歲 而且你看他髮性膚高 會有禿頭 不要 不要 我想問一下妳為什麼會選擇阿龐 因為 就這樣子而已喔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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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是因為妳喜歡紫色手 妳選擇他 沒有別的意思 沒有 但是妳知道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至少顏色 我們兩個喜歡同樣的顏色 對 至少我們有個共同點 你硬要湊跟他好 對啊 我說喜歡紫色我都不知道 不是 我不這樣接阿龐怎麼繼續想想 好 最重要的就是呢 希望你們有時間 還是可以常來我們的節目玩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接下來的週一週 晚上七點半 一定要鎖定我們好看的 新兵進行曲 還有 不要忘了每個禮拜日 晚上九點四十分 也有非常好看的 我可能不會愛你